十年吃掉三十万人农民军领袖皇朝的真实面目,据最保守估计皇朝军队在这段时间至少吃掉了三十万人这种吃人不吐骨头,以人肉充当军粮的行径其野蛮凶残程度,确实冠决古今皇朝和起义军的恶行,也注定了他的最终失败。 千古奇文皇朝原来是吃人魔王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把皇朝定性为唐朝末年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带领无法生存的农民进行大起义的革命领袖,是带着耀眼光环的正面形象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皇朝的不地后复局施,待到休来九月把我花开后摆花沙冲天相战透长安,满成近代黄金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儒生在屡次科举不地之后,发出的杀气腾腾的誓言若干年后,这个儒生,实现了自己这个充满血腥味的誓言,真的做到了我花开后摆花沙,于是数百万人,在他的屠刀下放生,数十万人被他和他的部下移除了。 用充年倒模,成肉酱儿大快朵仪,这个曾经的儒生,与范思岩,的头领,就是被如今的教科书描绘成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实际是痴人魔王的皇朝唐熙宗贤福二年公元八百七十五年皇朝响应王先知,成为唐末那场农民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并,在王先知战死后,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个从一届书生到范思岩头领, 在道农民起义的领袖最后,成为食人魔王的人的变化,是一言难尽的切以为暴民,往往是因为暴政而产生的,如果能够吃饱穿暖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去当那个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暴民的, 但皇朝却是那个绝大多数人的例外祖上三代也范思岩未业的皇朝家静音时,吃得饱穿的暖他之所以成为暴民,只是因为他想造反想成为暴民,就像他当初的誓言一样,我花开后百花沙, 这或许是他屡次明落森山之后对社会不满而产生的极端复仇心理,也或许是他后来不加选择的实施屠杀破坏的主要原因,历史规律证明没有信仰的农民起义, 往往在小有成就之后就走向衰落秦末的陈胜如此,汉末的张角如此,明末的李自成如此,秦末红秀玄也如此,皇朝当然也不能例外了起义之初,皇朝和他的义军可谓暗民如此,甚至因此获得率土大将军,的美称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他攻陷长安堂西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12月5日下午, 当皇朝前锋未受到任何抵抗,顺利进入长安城石堂军,五大将军张直芳率文武官员数十人制霸上迎接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义军将士皆批霸数以红灵,身穿紧袍手执兵器,簇拥皇朝而行,而皇朝则乘坐黄金军于威风凛凛的招摇过世, 甲学如流资众三途千里络绎不绝,对唐墨库正一忍无可忍,的长安市民加大欢迎皇朝和他的起义军皇朝, 们也被当时的气氛感动得涕泪纵横,皇朝的副将尚让一再告遇市民说, 皇王起兵本位百姓非如李氏不爱乳曹,乳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 在街道上每遇到平民,往往诗语之痕有几分,皇朝来了不纳凉,的意思以至民间甚至编出正月十五罐红灯, 端午时节插艾草,的故事来包送皇朝和他的起义军,但是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12月12日, 皇朝进入太清宫,并于一日在韩元殿,登上皇帝宝座建国号大旗建元魏金同起, 作为分界线皇朝和他的起义军就此变质了,皇朝几乎全盘接收了唐末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封齐七位皇后尚让,赵章等位宰相郑汉章, 卫义史中成皮日修为汉林学士孟杰,盖宏等位尚书佐, 又婆月监君荣史并下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 庭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可见, 大旗是由农民军文武官员与唐朝官员混合而成, 的一个政权机构农民军奉恨官吏, 对唐宗氏,公卿氏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 杀唐宗氏在长安者无疑, 唐宰相吉左蒲叶,又蒲叶,太子少师等藏匿民间, 被义军搜出后接杀之连投降皇朝的左亲吴大将军, 张执方因逆公卿瑜伽壁墙中,事发后亦被杀皇朝这时, 露出了他我花开后百花杀血腥, 得真容念慕他的起义军, 则开始像强盗一样, 在长安街头杀人约或抢男霸女, 或许他们本来就是明火执掌, 肆意妄为, 的强盗在皇朝的统治下, 老百姓连基本的农耕作业都已无法进行下去, 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赤地千里的景象随之而来, 皇朝的本性也开始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显露出来, 有人提示讥讽皇朝当了皇帝后, 开始变得昏庸残暴皇朝立刻组织人去查其作者, 但是没有查出来, 于是皇朝索性把长安城中三千多, 无辜的如身砍了头, 随着唐军的反攻长安被唐军占领但没几天, 又被皇朝夺了回来, 对于长安的失而复得, 皇朝却大光熄火, 他将之前的纳策势力, 归罪于普通的长安平民, 这个曾经被长安市民家道欢迎的帅土大将军, 举起屠刀血洗长安, 将城中八万余名南丁杀戮, 待尽当皇朝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4月再次被赶出长安后, 率不出蓝田入山落山五月, 皇朝派左军中尉孟杰, 为先锋进攻蔡州, 湖北早阳唐杰度使秦宗全战败后投降习军, 孟杰随即犹太州以施转攻陈州, 今河南怀仰陈州四使赵秋是唐朝的著名将领, 本人多次参加过尾奖皇朝的战斗, 是大齐军队的宿敌赵秋担任陈州四使后, 就对部下说过皇朝若不死, 在长安必定向东走陈州, 是他必经之路不可不防, 看得出, 他刚上任就已预见到皇朝的失败, 并进行了相应的部署, 孟杰刚入陈州境内, 赵秋趁其不备果断出击, 齐军大半孟杰被俘赵秋, 为表示与皇朝绝不妥协的决心, 命人将孟杰斩首, 孟杰是最早追随皇朝起义, 的重要将领肃为皇朝宠信, 皇朝一常悲愤, 立即与秦宗权和军, 将陈州团团围住并决欠武众, 百道公之大有不拿下陈州, 绝不罢休之事, 赵秋刚任刺史之时, 就一直不断地修筑成倩积蓄, 杨草擅置兵器, 在皇朝到来之前, 就采取了兼必兴也的策略, 将方圆六十里内的居民迁入城中同时募集大批勇士, 由其地和儿子分头统领家故城房照抽, 对陈州保卫寨的准备工作, 做得非常细致和到位, 因此皇朝攻打陈州, 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皇朝见自己带着几十万大军, 却连小小的陈州都攻不下来非常生气, 干脆在陈州城下扎起营寨不走了, 竟在陈州城下建起一座类似于皇宫的八仙营并设置了百官草鼠, 理工事败思未持久之计, 结果皇朝围困陈州长达三百多天, 却始终没门攻破陈州而唐廷, 却不断调动军队, 开始了对皇朝的围剿, 皇朝在陈州遇到的最大问题, 不是来自唐军的进攻, 而是没有粮食, 他是在唐军的进攻下拜出长安的不可能带有多少粮食, 照抽, 在他到来之前, 就采取兼并青也也没有给他留下粮食, 而他手上有着一只几十万的大军, 这只军队人吃马嚼, 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 可是这里没有粮食那么他们吃什么呢? 皇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很简单那就是吃人贼为陈俊, 百日关东仍岁无更价, 仍恶以强逼奸贼服人, 而时日杀数千贼有冲魔债, 为巨队数百生那人于旧岁之, 和古儿时其流毒弱事, 见旧唐书, 人大机以死呈献贼服以时, 日数千人乃半列百巨队, 你古皮于旧病淡之, 见新唐书时民间无机具, 贼略人为梁生头于对病古时之后, 给梁之处约冲魔债纵兵四略自河南, 许、汝、唐、邓、孟、正、便、曹、仆、徐、滚等数十周, 先被其读剑资质通剑, 名词解释冲把东西放在石灸里去壳或捣碎, 旧充米的器具, 用石头或木制成中部凹下, 对充米用具用柱子架起一根木杠杠, 的一端装有一块圆形的石头, 用脚连续踏另一端石头, 就会连续起落去掉石灸中操你的皮搞清了这些工具, 就可以很清楚黄巢是怎么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 了黄巢的军队把人钻来, 活生生地放入石灸里, 然后像充米一样用具队把人碾成肉泥, 以此来填饱士兵们的肚子在围困沉舟的三百多个日夜里, 黄巢都用了数百个这样的巨型杀人机器, 同时开工流水作业日夜不停活生生, 但把大批无辜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 悉数纳入聚冲请客免为肉迷沉舟四周的老百姓都被吃光, 了为扩大活人供应的来源, 又纵兵四略自河南、许、书、唐、邓、孟、正、汴、曹、徐、 沿等数十周, 贤被其毒于是这支曾经被称为义军的皇朝军队, 成了一群吃人恶魔, 据最保守估计皇朝军队在这段时间, 至少吃掉了三十万人这种吃人不吐骨头, 以人肉充当军粮的行径其隐瞒凶残程度, 确实冠绝古今皇朝和乞义军的恶行, 也注定了他的最终失败, 在唐军的河围下皇朝坦败中和四年公元884年6月15日, 众叛亲离的皇朝被其外甥林延, 杀于泰山廊湖古今山东来吴西南, 皇朝自潜伏二年公元875年起义至终和四年, 公元884年被杀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 有八百万人其中大部分为普通老百姓, 此代他和他军队的屠刀之下, 原来人口稠密的中原大帝又变成赤帝千里, 荒无人烟, 了由此可见一次爆裂的革命, 不但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反而屠杀了人类文明皇朝败王后有一细节, 公读者四支西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秋七月唐西宗在大玄楼举行受服仪式, 五宁节度使献上皇朝首级集齐, 姬妾二三十人唐西宗问姬妾女子, 属曹街新贵子女士受国恩何为从贼, 一个为首的女子回答, 狂贼兄弟国家, 以百万之众尸首宗挑拨千八, 属, 金陛下已不能拒贼则, 一女子志工轻将帅于何必呼, 尚不负问揭露之余是临行前执法人员, 可怜这些女子让她们喝醉后再行刑, 女子们边哭边喝结果都在罪卧中受死为毒为首的女子不哭亦不醉从容就死。